在成都市武侯区童子林社区,有一支特别的防疫志愿队伍,队伍里的每个人都能流利地使用至少一门外语,并且他们之中有大部分人还是外国人。 而这支队伍要走访的对象也主要是居住在成都社区里的外籍人士,托马斯和任力娟就是这支防疫志愿者队伍中的成员。 1月31日,托马斯和任力娟又开始进行新一天的入户工作,在此之前,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四天,走访了社区内的十多个小区,撬开了数十户外籍家庭的门,和对家庭成员信息,了解外籍住户的困难和需求,拉拉加长进行心理疏导。 法国小伙托马斯告诉记者,虽然自己每天的志愿者工作有点机械,但他觉得很有意义,面对疫情大家多少都有点紧张, 自己要通过努力让这些外籍朋友们对战胜病毒有信心,对生活充满希望。 今天我们去查看了很多锁着门的住户,询问他们是否都还好,反复确认儿童是不是都挺好,问问他们的必需品是否准备充足,这是我们反复询问的。 来自厄瓜多尔的马里奥一家,本来想在成都过个中国年,但疫情发生后,他们只能待在家里,出门不太方便,托马斯就帮他们家跑腿,买些生活用品。 几次见面下来,大家很快就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。 马里奥说,很感谢这些志愿者,虽然不能出门,但是感觉很温暖。 这个疫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事,但是我们在这里感觉有点舒服,我们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来避免受有感染,让我的家人待在家里,我们真的希望什么都不要发生,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。 与托马斯同组的任力娟是此次外籍志愿者的号召人之一。 她告诉记者,志愿者招募信息一发出,就有很多外籍朋友响应,并且参与到志愿者工作中。 面对疫情,大家不分国籍,一起努力,共度难关。 需要志愿者去了解外籍人士,他们生活情况的这个消息发出去之后,我基本上当天晚上,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,就很多人在联系我, 有很多人他甚至还没有回来,没到成都,他就在问有什么事情他是可以做的。 因为同位外国人他们的同理心也很强,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话,他们可以更好地跟这些外籍居民建立联系,所以说他们自己工作也非常认真。 然后他们回来可以及时跟我们沟通,看我们社区有哪些事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的。 童子林社区是一个国际化社区,有大量外籍人士居住。 社区书记张家荣告诉记者,截止目前,已经有80多位志愿者加入到抗议宣传工作中,其中不少是外籍人士,对于外籍住户摸牌工作,他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 我们对本地居民的摸牌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对外籍人士的摸牌就不能够准确掌握他们的一些情况。 召集一些我们的境外人士的志愿者,或者说是我们本地的外语比较好的这些积极分子,来参与我们的外籍人士入户。 在我们社区过春节的应该是366个境外人士,目前为止,我们是掌握了200多名。 在我们同志愿社区居住的这些境外人士,让他们感受到,其实在这么一个疫情的情况下,它其实跟我们本地的居民是一样的,我们也同样的关心他们,也同样非常关注他们,也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。